恶难如如所言 四大合合发明世间 总统变然话 恶难 好像你所说的 四大 四大合合 地水火风 四大合合发明世间 那么发明啊 出来世间 总统变化 恶难 只要比大兴 其非合合 才不能与诸大杂合 犹如虚空不可诸闪 恶难呢 假设它那个大的那种体性 提非合合 它那个本来的体性啊 不是合合的 那又怎么讲呢 才不能与诸大杂合 它呀 就不能和这一切的这个大互相夹杂混合到一起 犹如虚空 不合如啥 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那个虚空啊 所以啊 不能和这个有形质的东西相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就不是虚空了 所以啊 这个大的性啊 也有这样的问题 让合合合着 同于变化 始终相成 生命相续 生死死生 生生死死 入宣火轮 为了休息 让合合合着 要合合着 假设你要说这个四大可以合合的话 同于变化 和这个一切夹杂到一起 而如所变化 始终相成啊 由始至终 由终至始 互相啊 互相变化 而相成就 生灭相续 生了又灭 灭了又生 生灭相续 这个相续啊 不断的这样子 于是乎啊 在这里边就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生生生死死 入宣火轮 好像啊 旋转一个火轮似的 无有休息 总也不停止 是不是这样子啊 恶难 恶难 入水称冰 冰欢称水 恶难啊 你要知道 这个真如的自性啊 是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的 啊 怎么说呢 这个真如自性 就是这个 呃 也就是这个乳埋葬 也就是这个实相 也就是这个真心 啊 入水称冰啊 它是随缘的 随缘就像那个水可以变成冰 冰欢成水 啊 那个冰就可以化成水 我以前常常给你们讲这个道理 啊 咱们这个人呢 自己这个佛性呢 就是那个施性 啊 就好像那个水呀 那个菩提就是水 烦恼就是冰 你这个菩提呀 对 这个水对人人都有用处 啊 它不会害人的 人呢 都需要水的 所以那个法师 你讲这个道理 我不同意的 为什么呢 水大了一样可以淹死人 啊 啊 你是很聪明的 你知道水大了可以淹死人 那么要没有水呢 你知不知道也可以渴死人呢 啊 所以呢 这个水 对人人呢 不需要 当然你要太多了 对人也是有害处的 无论什么东西 你要太多了 对人也是有害处的 啊 那么不吃饭就要饿死人 如果你天天不停地吃饭 你看看你那个肚皮能不能装 有地方装了呢 啊 那一样也是太过 也是不急 你吃得太饱了 和那饿得太厉害的时候是一样的 那么水要变成冰 这个水 我常讲啊 这一碗水啊 你照着人身上泼 泼的人身上 他也不觉着怎么痛 你要一块冰啊 拿着照着人头上一打 一定把人就会打死的 这一个冰 可以把人杀了 那一碗水不能杀了人 一样的东西 冰就可以杀人 水就不可以杀人 所以啊 因为这个 所以啊 把这个烦恼就比成冰 那个菩提啊 就比成水 那么 所以在佛经上说 烦恼即菩提 烦恼就是菩提 也就是啊 那个冰就是水 那个水外无冰 是冰外无水 那个冰也就在那个水的里边 那个水也就在那个冰的里边 所以啊 这水 冰还成水 可是啊 要用一发的功夫 冰变成水 要用一发功夫 要什么呢 要用阳光来照耀它 照耀它就冰 还可以还成水 这就是我们天天呢 打坐 这就是阳光啊 照去我们的烦恼啊 照去我们的烦恼啊 又又变成水了 我还有一点呢 重要的道理 和每一个人讲 我们现在啊 这个法会啊 这是很微妙的一个法会 怎么说呢 我这用中文讲经 传话的呢 就用英文传话 发译 这个佛法 也用了这两种的语言来讲 可是啊 在听经的时候啊 咱们无论听得懂不懂 都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的 咱们要每一个听经的人 要感谢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感谢释迦牟尼佛呢 释迦牟尼佛在数千年以前呢 就说出这样的妙法 给你我现在呀 这苦恼众生啊 预备的一个黑夜的明灯 就好像晚间呢 得到一盏灯的光明 这个样子 令我们能以呀 离苦得乐 离开这个苦恼的事 这种的烦烦恼恼啊 而啊 明白这个道理 生出一种快乐 令我们有很多的烦恼的人 变成啊 一个没有烦恼的 把我们这个冰啊 都变成水了 反本还原了 这是要对释迦牟尼佛 生一种感谢的心 第二 要啊 感谢恶难尊者 为什么要感谢恶难尊者呢 恶难尊者当初啊 要是他自作聪明 啊 就说佛你不要讲了 我懂了 你这个想要说什么 我已经明白了 他这样一做自作聪明 他说他明白了 佛也就不会说这个法了 不会说这个楞严经的法了 所以我们现在呀 想明白这个道理也不容易的 所以第二点 要多谢恶难尊者呀 就好像给我们预先呢 来请法 请求释迦牟尼佛啊 为我们说法 这是第二 第三呢 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不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呢 又要啊 感谢这个讲经的法师 就是我 啊 你们不要忽料了啊 我说不太重要啊 但是你们也不要拿着 不要看得太清了 我这个法师啊 我这个法师啊 本来是一知半解的法师 讲不好经的 说 哦 原来你是个讲不好经的 到这来 来 给我们这个不懂佛法的人呢 来讲 用讲所 难怪我们也听不懂了 原来你就是一知半解 啊 可是啊 佛法 你要能有一知半解 这种的程度啊 已经算不错了 因为什么呢 佛法深入大海 你要想完全都明白呀 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学了佛法呀 这学几十年呢 三四十年的过程 我自己啊 我自己啊 宗教的啊 在这个大海里头的一滴啊 这个海水 我都没有喝完呢 因为佛法太深 太妙了 所以我说我是一个一知半解的法师 那么 以后到外边呢 有谁问你跟谁消的合法 你说我跟那个一知半解的法师消的吗 我现在啊 我是完全都知道了 我是完全都啊 解了 不要去 为什么呢 你说啊 我这是清除于难呢 有状元徒弟 没有状元师父 我的师父是这一知半解 但是我这个弟子啊 啊 小得很不错了 应该这么做 啊 这是啊 对于这个法师讲经啊 给你们讲经啊 你们应该生一种感谢的心 这是第三 第四呢 第四呢 又要感谢一个翻译经典的这个局势 无论哪一位翻译经典 你都要啊 注目应神的 那么 毕恭 毕恭 毕敬的 还听得翻译 听翻译 它无论翻译的 一字一句 那一个意思 你都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讲的经典 我这用中文讲 我多数都听不懂 所以必须要借着这个 翻译经典的这种的功德 才能 你们才能啊 听见《勇敬经》的道理 所以呢 这可以翻译经典的 人也要生一种感谢的心 前期啊 不要生一种轻慢的心 无论任何人呢 翻译都要生一种感谢的心 为什么我今天呢 我这样讲呢 因为我看这个 有这个人呢 写这个simile 他说 啊 我在这儿听听啊 法师讲我也不懂 翻译的呢 和这个超时路 这个相比较啊 超时路那个 那个 翻译的那个英文本呢 反而很圆满 所以呢 就不在这儿学了 也走了 这个是谁呢 我现在不方呢 对你们大家讲门了 就是那个激励濁濁之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本来呀 这个很聪明的一个 可惜啊 有点聪明反辈 聪明误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没有耐性 没有耐性 这个听听啊 你就是懂不懂 你都应该要有一种耐心 在这儿听 这个在这个法会里边呢 这个熏呢 熏喜啊 这叫熏 好像那个香烟的熏 这个熏喜 熏喜 那么熏来熏去啊 你的智慧光啊 就会开发 在这个听听开悟的人呢 是很多的 你不要啊 你不要啊 把这个听听啊 看得太马虎 我在香港 有一个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年的女人 她根本就不能听听 儿童也聋 你说她怎么能听听呢 儿童聋 但是每一份我讲经 她一定要去听的 上山呢 上三百多 三百多级的山 她七十来岁 一个人 这么要上山去听经 然后听完了经 晚间也是九点多钟又回去 来回的要打车 要打这个巴士 这么大年级 一个笼子 你说她怎么会听经 她也听 你说听 很奇怪的 听 有一个多月之后 她居然就不笼了 笼子听得不笼了 你看啊 讲起这个好像很神话 实际上 这个一点也不出奇的 因为她有一种诚心 我听不着我也要听 结果她听 听着了 你就由这个七十多岁的这个老太太 能有这样的感觉 每一个人呢 你要有一种诚心的话 你就懂不懂都会懂的 你不要怕一位展示不懂 你只要有诚心 终究有一天你会懂的 你要没有诚心说 我听来听去也不懂 我做五千退席之一了 我也退席了 那你退席 你退席 你不够得横 你的道德 得横不够 所以进法会里边的人 多数要有道德 没有道德的人 坐这个就是坐不住的 坐着脚着 坐着就又要站起来 站起来又要坐 心里也着急了 就要走 为什么呢 就是他虐张鬼啊 扯着他 那个鬼来 你不要在这儿了 在这儿 不行的 我们做好朋友 你都还跟我们这个 去造孽去猴了 这是 这四种的问题 我们在听经的人呢 都要注意的 要感谢翻译经典的人 并且又要对同餐道友 大家听经一起同学的 都要和和气气 大家都要生一种欢喜心 那么这是听经呢 这是要紧的一种道理 都要比较多了